我們彰化線就是說中央總共有檢驗45場裡面 彰化線有三場 那這三場我們在昨天就去進行所有的移動管制 那這些彈也把它封鎖 那這三場裡面總共有大約7萬隻的彈機 那日產量大概有170箱的這個雞蛋 那一箱大概是20斤 那我們會進行的這個移動管制 然後限制它們都能在上市 那如果說樹木場它不是使用這個正合法的這個動物用藥的話 我們會依據動物用藥品管理法 來跟它處理6到30萬的包含 目前中央的政策對這個機制是不孤殺 那所有的彈所以就所有的彈是移動管制 然後把它消費 那另外我們也會配合中央 就是在這個全面性的採樣方面 因為我們彰化線大概有1066箱 那我們已經有動員動物發育所的人員 那續產科人員還有公所獸醫 以及中央續產會支援的人員 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這個所有的這個 蛋機場雞蛋的採樣的工作 我們現在正在現場清查 因為這些畜牧場的蛋它會經由砍傷 或是蛋車銷售到其他的縣市或其他的管道 我們現在正在做現場清查 現場的雞蛋我們都會做全部的奉存 然後下游部分呢 會通知相關的業者或相關的縣市衛生局 做下架揮手的動作 那最後在一起做消費 目前在國內並沒有它的殘留 所以就是零檢書 只要有分埔尼的殘留 就是違法的雞蛋 必須做下架跟消費的動作 我想分埔尼在極高的劑量之下 對肝腎和甲胞腺都會有人體相關的危害 可是這個極高的劑量是我們目前 以歐某滷屏地來講 幾乎是它千倍以上的 屏地養殘留這樣的危害 所以目前的雞蛋裡面的殘留來講 對人體危害的疾病實際上是比較低 上前科以上 而且是高劑量的部分才會有影響 反正地識外面是層面的 像最大額充滿地有美觀的 偶像是政府的 像最大額充滿地看到 Tiuri 我記得大家一起撞多了 都沒有被撞多了 有些人妇女呀 其實你呢 真的猶豫 你呢 我真的牙叫你 那一個東西 在鋒ء 車子 現在他是比堅油 還有一切 那些車子 已經差不多了 你舍這個一年了 二十萬年了 你舍菜為什麼舍進去船 幸福我舍... 舍菜真累 舍菜真累 躺下去就要出門了 有我舍得太累